往常的农业生产经常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及农药来保持作物的营养并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但长期下来却有可能对土地造成伤害 最终可能出现环境污染引起虫害等恶性循环的发生 新竹市在地农民温明义自多年前开始从事友善农业技术种植 希望透过种植方式的转变能够让有益及有害的维生物之间 维持生态的平衡达到爱护地球并永续循环的目标 一般我们用化肥来使用的时候 当然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好 但是随着使用了一年之后两年之后 你土地已经回生物已经被你杀得差不多了 所以土地是越来越硬越严谨化 那你适用的肥本来是今年是用一包 一包就够了一分地 可能明年就要两包了 三包四包 那到最后可能什么东西就种不出来 那用我们的这个东西有机质进去的时候 它刚开始因为你要把那个有机质转化 所以需要时间 所以一般养地我们大概估计大概一年左右 用我们的酵素方式养地 就可以把这个地养得很好 然后你在种什么东西都不会产生一些肥伤啦 什么的之类的 农地就是我们做田就是想要简简单单的 实实在在的 我只要把这个东西丢下去 然后种子丢下去 种得起来就好了 我想我们想推的农业是这么简单的农业 这根乳白色且粒粒饱满的北海道牛奶玉米 就是温米益种植的成果 采用自然友善的农法耕作 透过酵素改良土壤质地 不使用农药也不施化肥 不仅天然无毒甜度更是比甘蔗还要高 新竹市议员曾之城表示 循环经济讲求的是再生 让资源能够永续利用 对于国土生态保存会有很大的注意 那它这个水果玉米田 是用的是酵素肥 是利用猪粪 猪粪水 然后透过益生菌 加以发酵来施肥 所以它的农地是没有使用化学肥料 还有农药的 它这个是友善农地的耕作方式 是加上循环农业的概念 是值得我们向市民朋友来分享 也值得向我们的农民朋友来推广 它这样的一个耕作方式 是可以达到环境保育 永续发展的目标 你看现场的农地 虽然是使用猪粪发酵过的酵素肥 但是没有臭味 虚木肠最为人诟病的就是 这个粪水会引起周遭居民的抗疫 那经过他们的生活科技 去做系统的处理之后 可以降低这些虚木肠的臭味 然后他们产生的这些粪水 又可以在家里利用 所以不仅这个农地可以得到改善 那也解决了虚木业的一些困扰 近年来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 不仅可以让土地恢复自然平衡 循环农业更可以使养殖及种植紧密结合 让资源能够再利用促进农业循环 及经济发展 开破新竹简书期 采访报导